很多人煮虾肉的时候都是喜欢加水 一加水就大错特错了 加水煮出的虾肉不鲜嫩 特别的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虾肉鲜嫩到入口即化的做法 首先加入一勺盐来清洗一下鸡尾虾 因为虾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添加孔雀食率 所以我们买回的虾最好先加入食盐来清洗一遍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把盐水倒掉 然后再倒入清水 多给它清洗两遍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装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大虾 首先把虾的胡子剪下来 然后把虾脚也剪下来 因为虾脚不容易清洗干净 所以我们把虾脚剪去 这样吃的时候更加的干净卫生 然后再把虾头的顶部虾腔给它剪去 看到一个黑色凹起的沙包 这样是虾尾和虾肠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重金属残留 所以也要把它剪去不要 用牙签能将虾线挑断 今天分享一个更实用的方法 用手捏住虾头和虾的第一个关节处 轻轻地扳开 挤出虾味连带虾线一起拔出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倒入清水 最好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两遍 彻底地给它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给它控干水分装入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食用油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只大虾都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在烹饪过程中 虾的鲜味流失 锅底我们铺上姜片 撒入一把葱段 我们摆的时候 最好虾头朝外 全部摆好以后 放入我刚喝剩下的半瓶啤酒 啤酒有趣意增香的作用 这里切记不要加水 也不要加高度白酒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中小火焖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个碗吃 碗中放入小米辣 葱发 蒜末 黑芝麻 盐 热油炸香 再加一勺白糖 两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一碗非常好吃的灵魂料汁就调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虾已经煮好了 这里切记不要煮的太久 不然口感就不鲜嫩了 时间到 之后我们用筷子给它取出来 然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煮出来的虾 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以后煮虾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水煮 像我这样做 既简单又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虾肉鲜嫩爽滑 不腥不柴 再蘸上刚刚调好的料汁 越嚼越香 越吃越好吃 大虾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钙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帮我点赞收藏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我头像的加号 关注我